好来 大家好 我是马桶维修哥 浩娥 今天为大家来谈一谈就是就大家如何去修理马桶排水滑的漏水的问题 但是它漏水其中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按键按了之后呢 它会弹不起来 这按下去之后它可能就是凹下去 然后弹不起来 弹不起来它是导致到它一直在漏水 一个其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 我们可以分辨一下 首先把这个排水滑 把这个水箱盖拿开 拿开之后呢 手动去按 手按 手去按 如果是按了之后它能弹起来 那没问题 这个按钮没问题 看一下这里 按了之后它能弹回来 那没问题 如果按了之后弹不起来 那么就是这个水箱按钮 它里面一个弹滑失效 或者卡住 里面有卡住 那得去修理 我这个 我以后会拍这个视频出来 然后如果排除这个按钮之后呢 它是剩下什么问题呢 可能就是这个排水滑 排水滑 它这里按下去之后 它卡住了 然后弹不起来 弹不起来之后呢 它是这里 按下去之后 然后这个排水滑 这个垫变呢 它没有办法 没办法丢下来 没办法丢下来 然后没办法封闭 导致水一边进一边漏 就是一直按着 就是一直卡在那里 卡不起来 这个有时候都排水滑质量太差的话 也会有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有一些水质太差的话 水质太差的话 那么也有时候会把这个影响到这个 它的一个质量 所以我们这一块 首先就把这个整个阀体拿出来清洗 拿出来清洗 然后这些东西给它清洗一下 洗干净 然后给它做拍拍 做拍拍 然后呢 就把这个排水滑 它这里面其实有两个糖黄 把这糖黄拆出来 把它拉长或者更换新的糖黄 大部分是因为里面的糖黄的问题 那怎么弄呢 首先我们把墙上的酒阀关闭 对吧 水它就不会老是跑 把这个酒墙上墙上的酒阀关闭 OK 关好之后呢 水就不进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螺丝刀拿过来 从这里按下去 按了一边 然后把这个放下去 撬起来 撬起来 里面是有糖黄的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糖黄 拿出来拉长 它的糖黄就会好一点 但是这个得买那个不锈干的 像那个铁呢容易生锈 它可能失锈了 糖黄可以修一下 然后这里面 里面清洗一下 洗一下啊 给它用那个牙刷什么的 就是给它弄一弄啊 然后把它这个重新转回去 直接拍下去 就可以了 这边也一样 也是可以按下去 然后撬起来的 剩下的呢 就是放下去之后 把它多按 多按几次 按了之后 它这个能上来 放开 它这个能掉下来 那就OK 这里清洗一下 然后重新装回去 然后把这个酒发一开 水上来 重新放下去 那就OK了 好 今天介绍就到此 可以 谢谢大家的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